我们说到小吃的发展跟在地食材息息相关 先前介绍了地瓜粉做成蚝蛙煎肉丸 而大豆做成豆浆豆腐以及臭豆腐 其实台湾也盛产米 所以米食类的点心更是琳琅满目 大家熟知的有米粉、碗粿、肉粽等等 有趣的是台湾面积不大 单一美食却能够发展出不同的口味 像是肉粽就有南部粽和北部粽两大流派 至于米粉、炒米粉、米粉汤 可以说是各大夜市的基本款 尤其新煮米粉是名文侠二 不过在纯手工制造的年代 制作过程相当的辛苦 因此当地流传一句谚语 隔音不隔米粉料 继续这个单元一起来欣赏米食小吃的典故 要先换一看 来 到园筑筑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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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再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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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台湾的番租上永远少不了香喷喷的白米饭 大口大口爬进嘴里 才有真正的饱足感 刀米是台湾的主食 自然已衍生出不少米制的小点心 米鸡 米豆 米香 米粉 米台肉 各类米食糕点 载载又或者所有人的味蕾 热油锅 三盏肉 逼出油脂 接着香菇爆香 再来点葱 红萝卜配色 或再加上黑碧 脆嫩的高丽菜大把撒下 如果可以 配上高汤 米粉炒起来更香 口感极富嚼劲的草米粉 是许多家庭主妇拿手的家常料理 只不过这看似简单的米粉原料 其实制作工程一点都不简单 凌晨三四点大家海在睡梦中 百年老店的米粉厂坚持现做 开始忙碌的一天 浸泡整夜的森浓米 也磨成香浓的米浆 接着百分之百存浓米浆注入布袋中 再利用厚重的木头 前斤顶慢慢压干 铺水 形塑层的火灯 经过高温吹蒸之后 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不停的搅拌 轮轨的过程正是米粉Q弹的 关键秘诀 做果摊要蒸丝分熟 它的粘性 它的Q度是靠熟的跟深的去搅拌 搅拌两三次给它更扎实 米粉比较不要容易断 经过路轮碾压后的果团 卷成圆筒状 再放进米婚掐的铜朵里 最后 切丝弯缕的米粉缓缓落下 充满蒸蓝米香气的米粉 不同地区又不同命运 彰化分源南投蒲丽 苗栗尖山遵循古法 投入大造中水煮 属于粗米粉 至于新竹则是进入蒸笼催 属于细米粉 在蒸笼里面的蒸笼 放进去 扔进去搅拌 这叫做水分 它水会搅拌 搅拌 这蒸笼就是它 挤下来 它放在蒸笼里面蒸 在浪线里面切 我们台湾不是叫做切 这是切粉 新竹米粉经过蒸笼的高温洗礼之后 必须快速拍打 才撕 才切 动作迅速因为必须赶在天亮之际 将米粉平整 入在竹面上 进行最后一道手续 风吹日晒 被称为封城的新竹 特别适合米粉 需要三分日晒 七分风干的制成 我们要看风从哪个方向 如果今天是北风 我们假设北风从这边过来好了 那我们的米粉 我们就要把它弄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太阳在照射的时候是 照到上面 上面的表层 那下面就是要靠风 把水气带走 那米粉是好几百条交叠在一起 那中间的太阳晒不到就不会干了啊 我们就要把它拨开 每一个小时都要来松一次 从日智时期开始 新竹坑雅西畔就陆续出现 许多制作米粉的人家 因此这里也被称为米婚寮 只不过米粉制作实在太辛苦 当地鼠宴市井女人家 嫁人不嫁米婚寮 以前做米粉 因为一大早就要起来 是凌晨的 以前都要在开 渣水 要辣茶 没有辣酥嘛 还有一句说 河茶不做低调牛 这样我不嫁米粉了 渣渣 米粉最好 下去炒炒 因为渣炒 在打米粉的地方 渣炒要挂挂的 回来辣 渣炒炒再加 ಠಠ 辛苦制作的米粉 风干后易于保存 在农业时代 可是高级食材 只有拜拜或宴客 才看得到这道米食佳肴 六七十年前那個農業時代 那時候其實大家都吃地瓜葉的時代 米算是非常稀缺的東西 那你要把它做成米粉 它又更高級了 因為你知道以前是 那個八斤的米 可以換五斤的米粉 所以它是很珍貴的東西 再加上它是一條一條的 所以會給人家有那種 長壽的感覺 連綿不絕的那種感覺 王歷年 還有那個中元節拜拜的時候 禮拜祖先祭祖這樣子都會用到 來來來 放我來 米粉 隨著經濟成長 農業時代的高檔食材 入境成為平民美食 料理方式更是推陳初心 草米粉 米粉湯 南瓜米粉 芋頭米粉 中捲米粉 甘草 煮湯 兩香儀 其實米粉的特色是我們不知道 要煮到水粉 米粉炒到炒米粉是兩合不一樣的 炒米粉是料要出來後 起來 放在旁邊 用那個醬來換米粉 然後要加那些料落在那裡 米粉炒是大油 放紅蔥頭 放得很有味料 steak店兒 米粉就緊鎖 肉類熟了上來 肉類熟 product vou aquaman throughout the theaters 所以嘴巴是 toma 由於米粉烹調的過程 容易斷裂 於是開始由廠商 試著加入玉米澱粉 或馬鈴薯粉 不但降低成本也更耐烹煮 那后来就改成用淀粉 比较便宜的淀粉 它比较不会断 然后口感上会比较有改善 所以大家就开始用淀粉来去取代米菇粉 其实它跟米最大的差异是 它完全没有蛋白质 以调和米粉丝来讲 它当然是相当的Q弹 然后耐煮耐炒 调和湿米粉有嚼劲 纯米粉吃起来松软 口感不同 烹调方式也有差异 调和米粉的做法 大部分都是把米粉泡在水里面泡软 泡很久 大概泡个10分20分钟 结果它软了 然后你都开始下锅 对不对 那纯米的米粉不一样 它不需要这样泡 它只要用水大概冲过一下 你就要捞起来了 把它泡太久了 所以它进到锅子里面炒 或是煮的时候更容易断 米粉口感Q弹又具有保持感 而同样能够满足口腹之欲的 可以绝享受 只不过巴掌的制作过程非常搞刚 翻炒香菇 滷上一锅巴索 同时背好上等猪肉 馅料五花八门 以地区喜好而有不同 南部偏好花生 北部则多用黑鼻 另外像是五花肉 栗子 当然少不了灵魂角色 咸蛋黄 特别的是南部采用的是 生的长糯米 这米是青的吗 青的 来小的青皮 来小的青皮 来包再煮这样 对 北部则是将糯米调味 蒸炒到半熟的程度 这五香粉 五香 红葱 我现在要的南部汤 好 要管理 待会饱好再下去炊 备料辛苦 但接下来的把肉掌 才是真正考验手工技巧 会主是包覆性比较好 然后麻主是它的香气比较好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折一个弧度 然后放米 然后我们的香菇 还有肉炸 还有肉炸 然后再铺上我们樱花虾 然后这是我们的瘦肉 干贝 可以蛋黄还有栗子 把它铺上来 然后最后我们再把米铺上来 然后香菇铺上来 然后就可以把它合起来 然后要把它包覆好 饭葬必须预留糯米熟透 然后膨胀的空间 不能太松 也不能太紧 你如果像草莱 蒸蒸 整體而言北部種香氣濃郁 粒粒分泌 而南部種口感明顯軟黏 南北風味大不同 卻能各領風騷 因為北部是用蒸的 以前是白米都一色 就蒸一個定屎而已 南部的是說實在困難度發揮 因為你拌料 拌料太黏了就搬熟了 口味不可以送贏 因為有咬人 依人吃就是好 口味不太要尊重 不需要送送第一名 事實上粽子種類五花八門 有長條形的遠自中國潮州的潮州種 也有餡料精簡側種豬肉塊的湖南種 另外還有內餡參有菜部的可夾種 經營貼透甜甜口味的雞爪 將野薑花入味的野薑花種 在地的米搭配在地食材 形塑出屬於各地不同風味的粽子 二戰後 雪肉掌成為沿街叫賣的小生意 是農業時代的獨特風景 由於包種 雪茵包種 也讓粽子成為選舉場合或學字 求考運時充滿吉祥意涵的好彩頭 就是要求我們要賣那種特製的肉杖 不過裡面不能放鹹鴨蛋 因為要給小孩包種 像以前的人就是資訊沒有那麼發達 如果隨便一個新聞報說天要下紅雨 然後就是要吃肉粽去那個不好的孕 然後就是攤車一推出去 肉粽一推出去就馬上沒有了 粽子的飽足感讓它不只是 端午或中原普渡的應景食品 而是成為日常的店家美食 台灣小吃無論是工需繁殊的肉粽 還是條理簡單的達米 也無論是台灣獨有的肉圓 亦或各國不同烹調方式的爾阿珍 各種強調色香味巨群的小吃 不只滿足個人的味蕾 展現在地的美食風華 更承載著每個時代 獨一無二的味覺記憶 台灣小吃或許有各種不同的做法 也或許有傳統和現代的差別 而且到底哪一家真正是商業化的第一家 並不容易證明 琳琅滿目的小吃 豐富了眾人的味蕾享受 其實真正重要的是 它形成了精彩的台灣庶民文化 這集台灣演藝節目播映到這裡 謝謝您的收看 我是婉玲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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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